你願意跟台灣的男生交往 太小了 我覺得我不會 相關正就行 我會願意跟他談談 但是我可能 我個人不考慮結婚 如果真的遇到喜歡的話 你們會願意跟他來到台灣嗎 不會耶 我覺得留在大陸會比較好 可以結婚 但是要住在那裡的大陸 如果我很愛他的話 我會做錯 那很願意 台灣比我們這邊落後 我是韓國人 我們打假漢將 今天韓國人要在西湖旁邊 年輕人最多 而且聽說也非常多大陸的網紅 都會在這裡拍片啊 做他的作品 那今天韓國人 想要為我們台灣的年輕人 謀一個福利 那今天韓國人要謀的福利 也就是想要問問看 大陸美女小姐姐們 願不願意跟台灣的年輕人交往 或者是跟台灣人交往 那接下來韓國人要問的問題 又是更刺激 也就是如果你跟台灣人交往的話 那你願不願意嫁到台灣 那這也是一個非常刺激的問題 因為現在啊 聽說非常多我們大陸的朋友們 已經對於去台灣啦 因為以前很多台灣的年輕人 還在那想說 很多大陸人想要來台灣嗎 是這樣嗎 我們今天就來調查 看看是不是這樣 那我們Let's go Elaine 我們可愛的小姐姐妳好 聽說妳是杭州人嗎 我是浙江人 但是我在杭州讀書 如果今天妳的交往對象是台灣人 妳會願意嗎 覺得看感覺吧 那所以是還算OK就是也沒有限定就對了 對 但最好還是找就是浙江的 因為我媽媽說最好找近一點的 媽媽說最好找近一點的 不 在浙江在杭州生活的台灣人呢 我們就看到時候的情況吧 看到時候的情況 那第二個問題 妳真的跟台灣人交往的話 願意跟他嫁到台灣嗎 還沒有考慮那麼遠 還在讀書 OK 謝謝喔 請問一下妳是哪裡人 溫州人 溫州人喔 有錢人耶 哎呦 難怪可以打扮成這樣 都從神仙國度來的 台灣人的話 妳願意跟他在一起嗎 願意 真的喔 所以妳沒有限制就對了 沒有限制 很喜歡哪一種類型 可能是順眼的 喔順眼的 所以妳擇偶條件來說 沒有說一定要溫州當地的就對了 沒有沒有 父母也可以接受的吧 父母啊 對就是接受外地 如果有別象我就好 喔 所以父母是可以接受外省事的人就對了 現在可以了 妳願意嫁來台灣嗎 願意 願意 可是妳寧願說在大陸 都OK就對了 所以那台灣的話 妳就還好就對了 那如果是台灣的男性 在這邊跟你結婚 住在譬如說浙江杭州 這樣可以的嗎 這樣可以 這也跟台灣人交往 但是在大陸 妳就會比較OK 好 OK 謝謝 妳來 我們漂亮的小姐姐 妳們好 那妳們是哪一個省份的人 本地人嗎 還是不是 浙江 如果今天妳選擇對象的話 妳會願意接受 從台灣來的嗎 因為我的朋友 她的男朋友是台灣人 所以說我 從她的身上 我覺得我不會 如果沒有任何了解的話 我認識一個台灣的孩子 我會 看到台灣男生 那妳因為閨蜜的關係 妳是看到哪一點 妳會有一點 對於台灣男生有點膽怯啊 之類的 那沒有 倒是沒有就對 思想特別的 固化 所以她對大陸會有一些 還是有一些台灣人的小小的偏見嗎 好像有一點點 但是沒有說特別的大啦 對 因為我跟妳們講 為什麼我今天會做這個街訪 是因為很多台灣男生 還會覺得是說 大陸女生 妳們來台灣可以自由啊 天啊 沒有吧 沒有 沒有這種想法 好 那假如妳真的很愛她啦 最後論集婚嫁 妳願意嫁到台灣嗎 可以結婚 但是要住在那裡的大陸 可以結婚 但是要住在那裡的大陸 這個 這個還蠻正判的 我沒有想法的問題 就是我的要求是這樣子 那妳現在如果未來真的結婚 妳是要求就是 要住在大陸 肯定要住在我們那裡 對 肯定要住在大陸 謝謝 妳們好 想問一下妳們是 浙江、杭州人 還是妳們是別的地方的人 我們外省啊 都是外省的 如果有一個台灣的 妳會願意跟他在一起 還是妳會有一點 希望跟同省的人呢 地獄還好吧 但是妳最初來兩個人 就是要認識 要了解 要接觸嗎 所以妳不反對 跟台灣的交往 如果真的有接觸到就對了 當然 因為說自己喜歡 那當然不是 我也是覺得 只要喜歡的話 距離不是問題 地獄也不是問題 我可能會覺得 還是看兩個人接下來的發展吧 如果妳們已經在一起了 然後 言論及到婚嫁了 她問妳說 願不願意來到台灣 婚嫁的話 這裡 看爸爸媽媽 看爸爸媽媽 像我爸爸媽媽 是不同意我遠嫁的 所以我自己也沒辦法 我也是 看爸爸媽媽媽 我爸媽也不接受遠嫁 我自己對遠嫁 也有一點點的害怕 恐懼 你家裡太遠了 所以可以來比較遠的地方念書 但是嫁的話 還會 可能還會考慮 思考一下 我也這麼覺得 也是要看爸爸媽媽嗎 其實來杭州 都有點後悔了 妳是住在哪邊會後悔 不是 是因為杭州的吃的 吃不完 妳是喜歡吃辣的對不對 對 所以是重慶 江西那邊來 OK 謝謝妳們 台灣的男性同胞交往 可以啊 可以的 三關正就行 那如果論結婚嫁 願意跟他去台灣嗎 那我願意 台灣比我們這邊落後 那他如果願意來大陸發展 然後妳願意跟他在這邊結婚定居嗎 那當然 最主要一個原因就是 不要說台灣是台灣 大陸是大陸 哦 懂 就大家一家咧 三家人 是是是 妳願意跟台灣的男性交往嗎 男女朋友 可以了解吧 嘗試一下是可以的 論結婚嫁 妳願意跟他去台灣呢 這個都可以 都可以 我們今天終於問到一個都可以的了 好開心 吸引力比較強 我覺得住哪裡 就有一個地方就可以 都可以的 只要他愛妳 陪著妳就好了 嗯 好 謝謝 謝謝 來我們小姐姐妳們好 如果今天有個台灣人 妳會願意跟他交往嗎 我會願意跟他談戀愛 但是我可能 我個人不考慮結婚 嗯 哦 不考慮 那另外一個小姐姐 妳願意到台灣嗎 還是 如果我很愛他的話 我會住 哦 那這位小姐姐是 要待在大陸啦 那這位是 真的很愛他的話 願意過 謝謝妳們 請問妳是杭州人嗎 我是河南人 有機會如果有個台灣男生 妳會想要跟他在一起嗎 如果有緣分的話 不挑地獄的 有可能跟他結婚 願意跟他回台灣嗎 可以啊 可以的 我是一家人 好 謝謝 妳願意跟台灣的男生交往 不太想 哦 不太想哦 是 那如果啦 真的遇到喜歡的話啦 那 你們會願意跟大家來到台灣嗎 如果真的喜歡的 不會耶 不會 欸 妳還願意台灣想 欸 妳呢 我可能會 哦 就是真的喜歡的就對了 嗯 那這位小姐姐 為什麼稍微有什麼想法嗎 因為我戀家 在台灣太遠了啦 哦 那他如果是在 這邊 可以定居的話 就是比較有可能對不對 嗯 就是要在這裡就對了 嗯 好 那一個是可以 一個是 Maybe 好 謝謝妳們 哇 我們剛好穿越 認識到古代的小姐姐們 妳們好 請問一下 妳們是本地人嗎 還是不是 呃 不是 我是江西人 江西人 哦 那這位小姐姐呢 我是從珠海那邊過來 這個交往的對象 會有一定要本地的思想 還是還好 不會 不會哦 那妳們願意跟 遠在這個海洋對岸的 寶島台灣的人 如果有機會在一起 妳們願意跟他們交往嗎 可以啊 是可以 對 好潤級婚嫁 那妳會願意跟他回到台灣嗎 還是妳們會覺得 還是想在大陸 我覺得留在大陸可以比較好 嗯 留在大陸 那這位小姐姐 我會覺得看兩個人的工作 就是哪個會更適合 嗯 對 不是說 妳要聽男的 不是一定要聽女生的 如果我現在在這邊工作 我很喜歡 然後 如果去到台灣 找不到我喜歡的 生活方式的話 就不會說 為了男生去犧牲 犧牲自己說 所以以工作為導向 以未來的規劃為導向 生活方式吧 生活方式 那我大概總結一下 就是在本地也可以 在台灣也可以 那或者是 在國外 只要兩個人合適 妳也可以對不對 我是這樣 好 那這位就是希望就是在大陸 還是在那邊 不要離家太遠 對 我還是覺得 內地會比較好一點 內地會比較好 好 OK 謝謝妳們 OK 這就是今天韓國人的街坊 然後 今天真的是非常的刺激 尤其問到非常多小姐姐 我們也打破到一些迷思 因為有一些台灣的朋友 還覺得大陸的朋友 可能想要嫁來台灣 尤其絕親們 整天認為可能大陸的朋友們 都需要救濟 今天 簡簡單單的一個打假 簡簡單單的問這些大陸 漂亮的小姐姐們 馬上你就可以得到一個答案 也就是 大部分 都還是希望在本地 所以他們沒有一定要嫁來台灣 認為的迷思 所以今天就給大家這個街坊做參考 接下來科普一下 這個水神 跟病毒細菌作用之後 會還原成水 不會感染 也不會影響到你的皮膚 所以小朋友孕婦也適用 萬萬水神不傷人體 適合長時間多頻率的使用 如果不夠用的話 可以乾脆把這個生成機 埋回家自己來使用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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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